加入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支持良心传媒观看独家视频 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就可以享有优先观看精彩的视频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来加入星电视YouTube慧然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转眼之间又来到2022年的年底 在年底的时候很多的媒体或自媒体 都会做一些年度的总结 我也希望这机会在年底最后的三个星期 分别做一些不同方面的总结 这一年是不确定性特别高的一年 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我也不例外 说有时候没办法花足够时间准备节目 导致有些节目的质量自己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仍然支持和鼓励 今年最后的三集节目 我也希望尽量抽多一些时间出来 认真做一些总结和思考 让我们可以对这个不平凡的2022年留下多一些的记录 在这一集节目 我希望首先对今年中国新冠疫情的防空政策做一个总结 我们梁总已经连续几个星期在总编辑时间内讨论过中国防疫的得失 内容非常精彩 如果大家还没收听的话记得收听 在这一集节目中我不想重复梁总的一些观点 反而会更多分享一些个人的感受 2022年的年底 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 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刚好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年底总结2022年的中国防疫 大家都知道今年我在很多集的节目里面 都表达过对中国疫情防空政策的批评 在一段时间里面部分听众朋友也比较不喜欢我这种观点 因为我做节目不是为了和别人辩论 所以后来我也减少了讲防疫的内容 到了11月底中国有民众抗争 搞所谓的白纸革命的时候 我在节目中更加是呼吁大家要支持中国政府 而保障社会稳定和秩序为优先 但是外护国家和支持政府 不代表我完全认同 中国政府今年是新冠防疫方面的措施和做法 事实上 虽然我在疫情至今基本上全部时间都是在内地 只是离开过一个月 基本上可以说经历了从2020年初武汉开始中国抗疫的整个过程 但是我对中国政府防疫做法的评价 也不是一刀切的认可或不认可 而是分阶段性的 按照当时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效果 而评价有所不同 例如在去年2021年对抗Delta变种的时候 中国防疫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防疫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 如果大家都有印象的话 去年中国政府整体给人的感觉也是红心壮志 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个宏大的理想 也整治了教育培训 明星饭圈 互联网平台等不少的行业 这些调整虽然与当时的防疫政策一样 有一定的争议性 也令到部分既得利益受到损害 但整体来说 给人民的感觉是有朝气和有信心 来到今年2022年 病毒出现了Omicron变种 但中国政府基本上是用处理Delta的防疫方法 来处理这个新变种 政策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导致在应对Omicron的过程中 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 实际上的处理方法 就是让全国人民疲于奔命 中央多次指责地方政府层层加码 但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政策已经跟不上现实 地方政府不能不用加码的方法 来完成上级交办的目标和任务要求 无论如何 经过接近三年的严格疫情防空 中国社会已经去到爆布的边缘 很多的个体户长期没有稳定的收入 但生活的开销一点都没有少到 很多的家庭被迫长期分离 因为跨越一个城市 意味着几天的隔离 或者居家监测 很多的小朋友都很久没有做过运动 因为运动场都已经被改造成为核酸的检测点 每个人都失去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每天都要排队做核酸 大家如果有细心留意 今年中国的热手话题与去年相比 少了一份的轻松有限 大部分的热点话题附下的情绪都是沉重和焦虑 而中央政府也少了主动推出政策 反而多次需要在类似人教社教材争议等等的事情上被动回应 我们当然可以说 如果不这样严格防疫 后果是会更加严重 这也是当时我表达对防疫政策不满的时候 很多批评我的人在节目里留言的大线内容 一个流传最广泛的说法 就是美国因为所谓躺平死了很多人 如果中国都躺平 按照比例来推算会死大概400万人 而因为中国政府是以人民的生命为重 所以是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 不是民人的辩论或者口水战可以解决的 但是在2022年12月份 中国防疫的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变化 反而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这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详细讲最新的政策 因为政策变得很快 而且各地情况也不一样 但是为了给有些听众朋友有一个感觉 我可以分享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件事就是行程码系统会在中国时间12月13日的零时 也就是我在录节目的这一刻正式下线 行程码系统会显示一个人过去7天去过什么城市 过去如果从有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 去另一个城市可能会被管控 行程码系统下线之后 我们就再无办法查询一个人过去7天去过什么城市 自然也无办法再管控从中高风险地区城市 去另一个城市的人 第二件事就是现在基本上 不再要求人民做正式的PCR 而是引到人民是有需要的时候用快速抗原测试 即RAT来做自我检测 第三是 继这个优化防控的20条政策里面提出 不再判定次密接 即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之后 密接现在基本上也成为历史 事实上现在进入不同的场所基本上是不再要求 需要掃长锁码 也就是说政府已经再无办法做所谓的流调 来追踪密切接触者 因为已经不再搜集哪个人去过哪里的数据了 第四 现在确诊的轻症患者基本上是可以留在家里面 不需要强制转移 也不需要在大门外贴封条 或者是安装电子监控 有确诊者的大厦也不会整动封控 第四点 至少我知道在广州是这样执行的 听完上面的描述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 其实现在内地的防控政策 与香港和海外的很多国家 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甚至内地很多人都在说 现在香港的防疫措施 比内地还要严格 面对这个月突如其来的变化 我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 绝对不是简单的因为觉得之前管得太严 现在政策放松了就一定是好事 之前我在节目中呼吁大家支持中国政府有序地放宽 其中关键词是有序 但现在放宽的实际操作来有秩序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需要聚焦关注过去不到两个月政策转向的过程细节 在10月16日至10月22日 中共召开了20大会议 事前已经有很多风声 说20大后防疫政策会放宽 但会议相关的民稿仍然坚持精准防疫 动态清零 没有明确要放松的意思 当时很多人因此感到失望 之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在双11即11月11日发布了优化防控20条政策 令民众对放宽的期望值空前高涨 但20条的落实比较慢 对民众生活的实际改善也比较小 接着发生了11月24日 乌鲁木齐的火灾 令大家关心一些所谓的磁性灾害 挑动了民众的情绪 接着在11月底出现了一些灵性的抗争行动 之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在12月7日再次发布了新10条的政策 之后我们就看到现在的180度转向了 记得在11月底的一集节目里面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些抗争行为 我提到中国的防疫政策正在逐步放开 大家要再给一些耐性 有听众朋友留言 说他认为中国是不会放开 而只是会在做法上更加精准 但我在昨天星期日这个政策的宣讲会上 已经亲耳听到有官员 多次是用全面放开这个词 来描述最新的措施 可以说当时很多参加会议的人 跟我一样都有不可思议的感觉 重提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 不是想争论谁对谁错 关键是这么突然的转变 伤害最深的往往是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 文革结束之后 当时在香港最左的一群人 面对信念的幻灭 不少走去另一个极端 我其实最希望发生的 是中央政府可以对转向提供更好的论述支持 令到动态清零和精准防疫的拥护者 可以找到一个认知上的回旋空间 现在的防疫政策突然转向 给人一种强烈的被动感觉 不像是规划之中的主动行为 有些人解读是因为抗争 也有阴谋论的解读 是说中央因为有抗争 所以纯粹推草取消了难以继续维持的防疫政策 以后因为开放而死了人 都可以将这个责任推在抗争者的头上 这两种的解读 无论哪一种是正确的 都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有另外真正的原因 无论如何 希望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个道理 就是爱中国不代表要放弃独立的判断和思考 盲目地认为中国所有的政策都一定正确 一定留有口手 一定会最终胜利 如果层层加码是屡禁不止 必然会出现的 那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个别问题 我们都不可以总是说中央是好的 只是地方政府不好 因为中央和地方是一个整体 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我们都知道 每种的政治制度都有利有弊 但最近几年中国的内宣舆论 已经是过分强调制度的优势 不愿意正视自己制度的弱点 这个问题在今年可以说是显露无畏 希望各方都可以有更多的警惕和反省 如果这些问题不处理 中国人今年最受困扰的不确定性问题 就不能得到本质性的改善 在防控之下 不确定性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在哪会被封控 但是在不知道政策意图的突然开放之后 大家不单会怕感染病毒 还会怕如果很多人都感染了病毒 民意逆转中国政府会不会又再次严格管控呢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要增加决策依据的透明度 以及给各种的舆论可以正常的竞争 以及要强化和民众沟通政策的精神 最后补充一点 香港和内地的免隔离通关 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 违陷的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恢复 不是因为血浓于水 即使增加疫症的风险 也要优先考虑两地的交流 更加不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的争取有什么成果 而是因为内地终于躺平 所以可以和躺平的香港恢复通关 这个躺平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表述 但是背后的讽刺我相信香港人是不会忘记的 我也永远感激林郑月娥前特首对香港防疫政策的坚持 即使面对着极大的争议 她仍然是尽力维护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和价值 大家要注意 一国两制的价值不止是为了香港 更加是为了全中国 如果当时大家对她有更多的量解和支持 整个中国的防疫会不会又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呢? 最后可以在全国过程亲身经历内地的防疫管控 是一种独特和普贵的体验 我也感恩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 经济上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希望关心中国的朋友都可以尽量增加亲身的体验 减少概念化的对中国的理解 今集的时事观察到这里 我是国海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